昨天10月27日 那除了是首相纳吉公布2018年财政预算案的日子之外 也是茅草行动的30周年 可能电视机前比较年轻的一代 不太了解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我们说历史可以原谅 不能忘记 我们今天就来回顾一下 到底这个茅草行动是怎么回事 茅草行动 那马来文叫做Opura Silala 那是1987年10月27日 我国警方援引内安法令进行大规模抓人行动的代号 当时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 搜捕扣押了107名朝野政党的领袖 华教人士 圣运分子 跟宗教人士等等 那同时呢 三家报章 包括英文报 新报 中文报 新周日报 还有马来文报 祖国日报 就是What done呢 也被勒令关闭的 可以这么说 茅草行动啊 是我国有史以来的内安法令逮捕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人群分子说 这是大马人群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那一黄眼 30年过去了 今天多个公民团体特别举办了茅草行动30周年纪念活动 龙水华堂跟多个非政府组织今天举办了茅草行动30周年纪念活动 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支持 那一张张的解说海报 一页页的陈旧简报 都在记录这件事故的来龙去脉 以及对大马社会所造成的伤害 在发表茅草行动30周年联合声明之后 各界公民团体代表也纷纷上台签名 大会也推荐受害者家属的随属著作再版版本 提醒马来西亚微醇制度及民粹主义的危害 事后茅草行动受害者与家属们也坎坎而谈 聊起30年前他们走过的风雨 曾经是马六甲行动党议员的沈童青 依旧还记得当时紧张的局势 当时有了这个心理准备 可能我也会被扣留 还有我的自己 我的弟弟啊 还有我的一些同事的电话就放给他 然后把身上的钱全部交给太太 然后就还没有讲完 外面门已经在敲了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回顾一下 茅草行动究竟是怎么引爆的 导火线又是什么呢 1987年8月份 政府宣布派遣大约100名不懂华文 不懂华语的教职人员到全国华小 去出任校长了 副校长 行政主任跟殉岛主任这四个高职 结果就引发了董教总的严厉抗议 华士更是群起鼓躁 那我们翻开华教运动的斗争时 大家都知道 华文教育的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艰辛的 捍卫华小不变质 一直以来更是华教运动的最后防线 那只要一提到华小的问题 就很容易牵动着每个华人的敏感神经 于是当时华社就坚持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 但是实任教育部长 也就是现在的希望联盟共同领袖安华 却坚持不肯妥协 那为了抗议这项指令 当年朝野滑稽政党破天荒 第一次站在同一阵线上 10月11号 国阵里的马华工会 民政党史无前例的跟在野的行动党 还有董教总跟100多个华团组织 在吉隆坡天后宫 办了一个绅士浩大的抗议大集会 那集会通过宣言宣布 如果政府不肯俯顺民意 不肯收回成命的话 三天之后将会号召受影响的华小 展开罢课行动 那当时响应号召的学校很多 当时候的报道大家这边可以看到 就显示说 涉及的学生人数估计多达 4万5千人的 而当时的抗议大集会上 很多华社领袖都挺身而出 站在最前线向政府施压 1987年的10月11日 当时朝野政党跟华团 在吉隆坡天后宫 举办了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 我们抗议政府委派不按华文 教师到华校任高知 这大会已经表现出 我们全马的华人完全起来了 当时教总主席沈沐宇 跟董总主席林广生 也质疑派不按华语的教职人员 到华小任高知的举动 是要把华小改制为国小的前纵 抗议之后政府同意进行协商 所以罢课抗议行动最后取消 尽管罢课抗议行动取消了 但是还是引起了当时巫统的不满 当时巫青团就号召马来人出席 誓死捍卫马来人权益的这个集会 10月17日 有超过2万人出席这场集会 在会场内气氛紧张 挂满了极端种族主义的布条 极端的口号也此起彼落 集会之后的一天 突然有名马来士兵 不知道为什么 在秋节路就开枪射死了 一名马来民众跟两名华裔民众 结果就导致谣言满天飞 而在10月27日开始 警方就以种族关系 已经紧张到了废典 再不控制局势将会一发不可收拾为理由 展开了大逮捕跟查封报章的茅草行动了 那被逮捕的人士 除了华教领袖 包括当时的董总主席林广生 教总主席沈沐宇 教总副主席庄敌军之外 在野党很多名著名的政治人物 包括当时的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 跟儿子林冠英 副主席卡拔兮 然后一党青年团长 哈林阿斯哈 墨沙布等等 都先后被逮捕的 此外执政成员党的巫统跟马华 也是有人被抓 那有一位当时他的太太 也在茅草行动下被逮捕的 纪录片导演 也把当时的事发 经过制成纪录片 在30年后的今天 才通过网络发布 这个纪录片 记录了当时的简报跟画面 包括当时的总警长 哈尼夫召开的记者会 哈尼夫事后表示 当时的社会氛围 导致警方必须采取这项行动 完全跟政治无关 而当时的首相马哈迪 也在国会表示 在警方的建议下 必须展开逮捕行动 我们常说嘛 政治的斗争 没有永远的敌人 那只要有相同的斗争方向 大家都可以忘记过去 而重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1987年的茅草行动 发生已经30年了 那被指示这次大逮捕行动 幕后黑手的 当时候的首相敦马哈迪 那现在他也已经跟 当时在他任期内 被逮捕的领袖和解了 大家站在同一个斗争的阵线上了 然而一些原本支持在野阵线的人就认为 马哈迪是应该对这件事情道歉的 但他之前接受透视大马访问的时候呢 马哈迪就说 其实他不是策划茅草行动的人 他当时也希望警方不要逮捕反对党领袖跟社运领袖的 但警方却拒绝他的要求 那无论如何 虽然敦马跟在野联盟已经大和解了 但依然有人因为这个茅草行动造成的伤害 而不愿意跟他站在同一阵线上